Hello,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我是极客机 今天也由我给大家带来本期的硬件资讯吧 虽然距离12代酷睿的上市已经有较长时间了 但由于Z690主板,DDR5内存的价格过高 进而导致不少玩家还未真正体验过 所以考虑到这一点 英特尔专门为平民玩家打造的B660主板和入门GI3处理器将于不久之后上市 同时,各大厂商的Z690主板已将迎来大幅降价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就请跟着极客机来看看吧 其实大家有清楚 在英特尔的处理器中,定位于i7、i9级的CPU才是性能最给力的 然而对于普通玩家来说,最具性价比的还得属i3、i5级 但由于今年的12代酷睿牙膏挤得实在太多 即便是i5、12600K,也能与上那旗舰i9、i1、1900K一战 所以这让不少玩家开始期待i3的性能表现了 而从此前的消息来看 12代酷睿中的i3级CPU 预计会拥有四款型号 分别为i3-12300、i3-12300T、i3-12100和i3-12100T 但它们都会与旗舰级的i7、i9一样 采用英特尔7工艺打造 然而不同的是,其仅会由性能和高灯扣服构成 不再采用混合架构以及大小和设计 至于详细规格方面 i3-12300为四核心八线程设计 最高锐频为4.4GHz 支持UHD730核显 TDP功耗为65W 但令人惊喜的是 相比11代酷睿i3-11300以及10代酷睿i3-10300来说 i3-12300的L3级缓存 直接是从8MB提升至了12MB 这也就意味着i3-12300的游戏性能将会有大幅提升 而i3-12100则同样为四核心八线程设计 支持UHD730核显 拥有12MB的L3级缓存 TDP功耗为65W 但其的最高锐频仅为4.3GHz 至于下两款以T为后绝的i3-12300T和i3-12100T 则仅仅是将功耗缺减为35W 其他方面则是大致相同 然而在性能方面 根据Rustus的消息显示 i3-12100在Cellibange R23的测试中 多线程得分为8474分 单线程得分为1649分 这样的成绩 已经远超了隔壁AMD同核心线程数的Zen23300X 30%-40% 看得出来 12代Corey的i3性能依旧管购 平民届玩家用来玩游戏应该是不成问题 与此同时 根据Mate Prater的消息显示 为了让玩家们购买到价格便宜 性价比更高的Z690主板 Intel方面已经做出预告 将会推出不支持PCIe 5.0技术 以及DDR5内存的Z690系列 而具体的价格预计会是直接减半 看来想要体验12代Corey的玩家们 这次应该有福啦 当然除了更加便宜的Z690主板以外 此前Intel所预告的B600芯片组 也有了最新情况 具体来看 根据Mate Prater的消息显示 Intel将会在下月举行的CES2022上 正式公布600系列中的其余H670 B660和H610主板 而B660主板则会成为12代Corey芯片组中的主流产品 但预计并不会支持PCIe 5.0技术 以及DDR5内存 同时根据推特用户所曝光的上市信息来看 微信家的B660战斧 海基炮 火箭筒等系列 其售价均在119美元到259美元之间 约合人民币758元到1649元 这也就表明B660主板将会比不支持PCIe 5.0技术的Z690主板都还要便宜 成为最低性价比的12代酷睿芯片组 当然Intel这样做的原因还是为了更好的销售和普及12代酷睿 毕竟主板都比CPU更贵的话 没人能承受得起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目前超级客的置顶动态中 也正在烧起RTX3060T显卡 12代酷睿CPU以及显示器等奖品 感兴趣的玩家们千万别错过了哦 而你的一键三连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持续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信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极客机 我们下期再见